你 你就因为吃了她一碟点心 就去替她冒这个险 其实说实话 我根本就没想着要去冒险 我本来想着以我的轻功 就算打不过那几个乞丐 也是可以逃跑的 你呀 从小练功就不肯用功 又很少出门缺乏江湖经验 这次幸亏是遇上了咱们自己的人 不然你现在就 你让我怎么办 朱哥哥 你平时不是很讨厌我的吗 总是嫌我这个嫌我那个的 我要是死了 你不就少一个大麻烦吗 呸呸呸 红说什么呢 一点都不知道计划 赶紧呸一看 好 我呸呸呸 我什么时候讨厌过你 你是故意气我了是不是 我开玩笑的嘛 行了 朱哥哥 我得出去一趟 不行 不告诉我你去哪儿 别想出这个吧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放心吧 这次我不会再出事了 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 当面还给龙三 这个龙三身份很可疑 你要多留一个心眼 见到他 仔细打探一下他的底细 知道了 朱哥哥 走了 你当心点啊 我们家少爷等你好久了 你一直没来 知道吗 龙三少爷有点急事 就走了 他就这么走了 龙三少爷 叫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你 那他临走前有没有说什么 他不会误会我不讲信用 把他东西都骗走了吧 这怎么会呀 龙三少爷 从不把身外之物放在心上 倒是对小兄弟挺关心的 他跟我们说了 一旦有你的消息 叫我们马上派人到他府上 去告诉他一声 他是哪家府上的少爷啊 这个 这个我就无可奉告了 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 当面还给他 以免他误会我 龙三少爷说了 这些东西啊 就全送给你了 就当你 对他帮忙的一点谢意 这 这些东西都很值钱呢 他全都送给我了 龙三少爷 对你倒是很欣赏的 还想和你交个朋友呢 小兄弟 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那既然 他也不肯说他的真名 我为何要坦诚相待呢 好吧 既然他都送给我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兄弟 那以后如何联系你啊 告诉龙三 有缘自会相见 那个龙三 一定是看你有些功夫 所以想故意接纳你 不过这出手未免 也太阔绰了吧 看来来都不响啊 皇妹 一有机会 要多去保雅斋看看 看看能不能再碰上他 我现在对龙三 也挺好奇的 我想弄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人 京城第一酒楼 也有我们的眼线 只要他出现 只要他出现 我们就有机会 弄清楚他的底细 朱哥哥 你看啊 你跟叶哥哥啊 樊姐姐啊 雪姐姐啊 都那么忙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不给你们添乱了 我想去看看紫禁城 我保证 绝不给你们添麻烦 等等 回来 别搞得跟三脚猫似的 一点都不知道分寸 你看看 这是什么 我知道你想去紫禁城 我陪你去 不过在去之前 咱们是不是得熟悉一下 京城 还有紫禁城的地图啊 嗯 这个是五门 五门前面 是太后门 哇 这就是皇上住的地方啊 看着好气派啊 是啊 这就是紫禁城 这里本该是我的家 可现在 却成了别人的家 桓妹 总有一天 我要重新入住紫禁城 然后召告天下 封你做我的皇后 让你做上封你 封封光光的 入住着紫禁城 我才不要当什么皇后呢 我又不想住在这紫禁城里 这个紫禁城啊 一看就是用皇亲造的 大金笼子 有什么好的呀 我才不喜好 你难道 不想母依天下吗 我为什么要母依天下呀 我的人设有三大志愿 一呢 是吃遍天下所有的美食 二 是穿遍天下所有的美意 这第三个嘛 我希望赶紧治好 芊怡姐姐脸上的伤 桓妹 你是大明晋王的女儿 又是我未来的太子妃 怎么可以 这么匈无大志呢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才不想当什么太子妃呢 这话不敢跟爹跟师父说 我也只能偷偷跟你说了 现在这世上太平 老百姓可以吃饱穿暖 这天下姓朱 或者辛亥辛绝落 又有什么区别呢 师父为什么 一直想要光复大明啊 你怎么能说出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呢 看 你生气了啊 这话我不敢跟 师父他们说 只敢跟你说 如果你要是生气的话 好吧 以后我就骗你 我说好听的话哄你 可以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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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